台湾跟COVAX正式签约取得了新冠肺炎疫苗有谱 但是因为没有相关经验 签约的过程我方非常的谨慎 找了律师去谈 指挥中心挂保证签约的名义上 到时候不会出现不该出现的名词 只是签约之后还得按照排序等候 目前台湾是排第166顺位 这个顺位其实不是很前面 而在还没有国产疫苗出现的前提之下 过程的民众也很好奇 透过这个平台来分配 到时候会不会施打到中国大陆生产的疫苗呢 对此卫福部长陈时中表示 台湾在疫苗购买的选择上 不会选择中国制造的疫苗 COVAX也没有办法掌握这个完全的时程 因为每一家都还没有完成 他的一个临床的试验 确定和COVAX签约排队选购疫苗 缺卸实诚却依然是个未知数 但对于能否顺利取得疫苗 卫福部长陈时中有信心 到目前来看这个平台 应该政治利益的干预不多 所以对于公平的分配这一点 我们是觉得有信心 由WHO所主导的新冠肺炎疫苗 全球取得机制 台湾目前排序在166顺位 不算前面 而签约过程 我方更是谨慎再谨慎 很多属于法律的一些问题 还有可能我们 所以我们这次有找律师 跟我们一起协助 这个部分是原来我们 大概是没有比较没有经验的部分 应该说至少不会有 所谓的不该出现的名词出现 指挥中心强调签约内容 不会有不该出现的名词 而在国产疫苗还没问世前 不少国人会担心 采购过程中 会不会混进中国制的疫苗 台湾在COVID-19的平台 我们是没有选择 我们不选择中国的疫苗 就不选择已经确定了 那是确定的 陈时中部长打包票 台湾确定不会选购 中国制的疫苗 签约后 我国距离取得新冠肺炎 疫情解放又更进一步 记者林正吉宏会财 台北报道